官方地区农会有鉴于农委会在12年国教之后只提供大专院校农家学生的奖学金 今年特别增列了预算 针对辖区内一所高中、三所、国中还有八所小学 总共有65位的农家子弟及清寒学子颁发奖助学金 农会发挥了社会企业责任,勉励同学向学 不仅社区家长很感谢,学校也高度肯定 官方地区农会首度颁发奖助学金 除了农家子弟也包含清寒家庭的学生 鼓励他们勤奋上学 各校获奖的学生也开心合照感谢 我们官复乡在地有一所高职 官复高职有三所国中 就是我们的封命国中、官复国中 还有我们辖区里面的副员国中 我们官方两厢加起来小学有八所 我们今年特地编列一个预算 来做一些奖助学金 鼓励在地的学子继续努力向上 财源有限 但仍不忘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的 官方地区农会关爱回馈地方 所以是有鉴于农委会在12年国教实施后 将高中职生秉除在大专院校生的补助条件外 因此今年度特别增编预算 针对辖区高中职以及国中小学12所学校 总共65位的学生颁发奖助学金 这次除了辖内唯一的光复商工 另外还有光复复员 以及封兵三所国中 还有光丰两厢镇八所小学 由各校领选出总共65位的学生受奖 在地农会发挥社会企业责任 颁发奖助学金 助农家子弟向学 不仅社区家长万分感谢 学校也高度肯定 光丰地区农会在行有余力之余 也将会持续善尽社会企业责任回馈地方 取之于社会 永之于社会 记者史玉兰光复采访报道